月牙 阳光和微神 是老舍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 在这几部不朽的著作里 他深刻地揭露了旧中国对妇女的压迫和摧残 并对煎熬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 给予了极大的同情 与此同时 也对那些生在官宦与富豪之家的摩登女郎们 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嘲讽 这部长篇电视剧 就是根据老舍先生的这几篇著作改编而成的 女君在上 请受 请受 请受奴儿一拜 王家真不愧为当今苦梦啊 真是啊 规矩 规矩 对呀 实在是时代的开博呀 快起来吧 往后 我们就姐妹相撑吧 快看 怎么了 那小女后不是三爷要找那小春吗 没错呀 给三爷带回去 谁让咱见人找了吗 对 对 大人之间 唷就是 老大人之间 你借着 老大人之间 他怎么没影啊 我眼睁睁地看到往这儿来了 奇怪了 他跑哪儿去了他 咱还是赶紧跟三爷回一声吧 他肯定在这一片 走 这儿不是说话的地儿 赶紧走 黑三儿一来咱们谁也跑不掉 走 那也别往那儿跑啊 这是川堂门往这儿走 万一那俩腿子看见了怎么办 你们就在这儿待着啊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吗 你离开染房 总得找个地儿住下吧 你们干吗呀 出去 没你们事 挂上门 瞧把你吓的 好像我要害你是怎么着 那他们怎么回事啊 要没他们能把你救出来 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自打你跑了以后 黑三儿对你一直没撒手 到处都是他的人 我才让这俩人去碰碰运气 没想到还真把你救出来 那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吗呀 离黑三儿远点啊 是 这地儿是不怎么好 但这儿不是黑三儿的地面 往后啊 他再想拿你怎么着 就没那么方便了 别让我走吧 你怎么就不听劝呢 上回在灵机展房 我让你跑你不干是吧 结果怎么样 差点倒霉不是 我是觉着 在会前堂那次对不住你 才想帮帮你 这下咱们谁也不欠谁的了 你这样要走 我不拦你 这个是你落在灵机展房的衣裳 吕掌柜的挺仁义 让我拿来了 不过里边钱可没了 我估摸着是黑三儿的 那帮手下拿去了 你别动 怎么了 你还是先告诉我 你到底想干嘛吧 你这么说就够姐妹了 我说的可都是实际的 你也甭生气 反正在天桥啊 你横树也待不下去了 你现在是既没家没夜 也没饭吃 我呢 从黑三儿那儿跑出来以后 比你强点也有限 所以呢 我才找那两个人 来跟咱们搭帮 搭帮 对呀 给咱们拉皮条 另外 咱往后啊也有个靠头 你说什么呀 咱往后的嬴声啊 你要觉得愿意 咱明儿就开张 你混蛋 我就知道你准不干 所以才把你弄这儿来 房子你先住下 房钱我已经给你交了 你听着 你听着 你放开我 你别仗着啊你 我可以让你走 可是你去哪儿啊 到了晚上睡马路上去 我这不跟你商量吗 又没人强逼着你 我觉得你这人实在 才想跟你搭帮 你要觉得这是条道 咱一块干 你要觉得这不好 拉倒 就算我帮你一个忙 给你找个落脚的地儿 往后你爱怎么混怎么混 随你啊 这儿一月房钱多少 连桌子 带地铺一共五毛 行 等我有了钱我还你 用不着 好 你啊 还是好好想想吧 甭根自个儿过不去 这年头 什么脸不脸的 得先顾嘴 啊 小雁 我就知道你会来 你啊 我问你 你放攻哪儿去了 我 小雁 你也不想想 我有那本事吗 那这是怎么回事 黑三呗 昨个我想告诉你 可是没忍心 另外 我也想让你自个儿来看看 要不然以为这年头多好混 你胡说 黑三怎么日到二相处这儿呢 那还用说呀 他在动你之前 你肯定来过这儿 他手下那么多腿子 你跟个你还不容易呀 你一被罗大小姐救走 他就让人到这儿来找你 二相怎么说不知道 他都不信 一着急就把这儿全砸了 那他们现在人呢 回乡下了 给 这是他给你的一封信 你看了就知道了 走了 不走还等死啊 他们走的时候可惨了 连车票都没舍得买 就把黑三 给他们砸坏的独轮车修了修 让二相坐着 推着走 可二相都快生了 可不是吗 他挺着个肚子 差点车都没上去 我觉着他们实在可怜 把身上的钱都掏给他们 可他们死活都不要 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二相了 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二相了 这能怪你吗 这年头要想好 心就得狠 他们坏 你得比他们还坏 说实在的 就凭你这模样 指不定哪天碰到一个阔主 到时候啊 你就可以掉脸收拾他们了 行了 别难受了 咱们这种人啊 不说我走的那条道 永远都别想翻本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站着 没辙就回来啊 你 nectar更好 还不敢 想念你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住手 你一样 我也不愿意 你要不要 你把我 冲上 相爱 这位爷来了你了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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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黑影正在向我走了 我想躲开它 可那黑影反而离我越来越近了 妈妈是值得敬佩的 但不到万不得已 我还是不想走那条路 谁啊 我 别黑着 这点灯油我还出得起 怎么着 找着活了吗 我说你啊 就是念书念傻了 人得活明白 什么脸不脸的 你这光喝凉水 你能过日子 你甭给我说这个 反正我是不会干那事的 好心全当驴肝废了不是 也不看看年头 是让人要脸的势道吗 可我自个儿总得把自个儿当人看吧 好 你硬气成了吧 你也甭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赶紧找店吃点东西 别饿着 不过我跟你说清楚了 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 我不能总是这么白养着你 这可是最后一回了 下月的房钱 你就自个儿交吧 拿走 优贺 你这唱的哪一出啊 你甭管 我就不信我过不了名 算了吧 我也没打算让你还 你拿不拿走 你这是干吗呀 还挺厉害 感觉我多见识的 开张打击舍周懒 舍周懒 舍周啊 别挤 大家都别挤啊 人人有份 人人有份 别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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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大家先会 走啊 一层面 还挺着呢 我看我看你 别挤 来这啊 老黄里加 前面的 别挤别架了 别挤 我还挺好 按着按着按着 李白什么 快没了 我怎么快没了 来别挤 别挤 别挤 快 别挤啊 别挤啊 敲脚 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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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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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打 别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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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别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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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您啦 他就是 不 我是为了 你打没了 我求你啦 别打了 我求求你们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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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終於沒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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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姐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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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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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张小姐 你干吗呀 你说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她又走了 谁呀 赵世怀啊 我真后悔 当初 我真不该把她从你那儿要回来 你人真好 我一要啊 你就把她给我了 其实 我把她要回来又有什么用呢 还不如放在你那儿 这样 我好歹还知道她在哪儿 你恨我吗 张小姐 你说 我也是死心眼 她要是想养你 就养着你呗 我干吗非要把她从你那儿要回来 现在可好 她又跟别人走了 你去不回来 你去不回来了 你还爱她 按理说 她是不会找别人的 她跟我说过 她就爱我一个人 没有我 她也活不了 你真是去找她呀 那要找不回来呢 找不着 那我就等呗 我跟您不一样 我尚有父母 公婆 下还有孩子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是要讲道德 要体面的 我跟您一样多好 多自由啊 不像我还得顾这儿顾那儿呢 您刚才说什么 我 我说什么了 您说 自由 对 自由 您说得太对了 您说得太对了 您得讲道德 所以您没自由 我没饭吃 可我 我有自由 张小姐 您没事吧 您没事吧 张小姐 您说得太对了 我真傻 那个小资人说得太对了 我真傻 他有钱 所以得要体面讲道德 可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是有钱人说给别人听的 可对我 肚子饿才是最大的真理 我实在是太不明白事故了 穷还想念书 穷还想要强 看不起妈妈 妈妈有什么错 羞耻又不是我们造出来的 我们凭什么还要对道德负责任 我被诓骗得太久了 今儿我才看清 人是瘦 钱就是瘦的胆子 女人 女人得承认自己是女人 要想活 就一条路 得卖自己 我做了一身行头 上市了 太阻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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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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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出来混的吧 混蛋 开酷 现伙也不错 跟爷玩玩吧 谁给你拉条的 没有 那你可得留神了 我跟你讲 御者爷可是你的福 御者爷是你的福分 知道吗 跟爷说说 什么价啊 说话呀 我说话 美月 臭来劲是不是 你到底卖不卖 这就对了 告诉你啊 今儿你要是过了爷这道手 你可就算是成了 来吧 我好 唱歌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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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再吃一块 不缺了 你要撑此话呀 撑不着 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 我的燕窝粥呢 想吃燕窝啊 上厨房去 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 姐姐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天我老爷吃酸的 人家都说酸男辣女 我怀的可能是个小子 好 我知道 而且是四条腿的 怎么说话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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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躺下呀 你现在啊 多走动 还不想走吗 姐 咱们到花园走走 好不好 好 坏了 卢彩阳是不是从东边走的 怎么啦 她准是上咱们屋了 不会的 我看她是往那边走的 不对 她好像一拐弯又回去了 待会儿不成吗 你不知道 我有一个记事的小本 每一笔交易给了谁多少钱 上面都有记录 我给放在咱们屋里大花瓷皮里了 你还去哪儿找去啊 她知道我有这个习惯 她要是没安好心 一找就能找着我 她赶快去看看吧 坏了 没了 你先别急 咱得好好找找 来 来人 来喽 武少爷 什么事 您说 快 告诉门房一事 家里的人谁也不许出去 呦 武奶奶刚走 说是有急事 连家里的包车都没坐 她说去哪儿了吗 没有 胡闹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那怎么了 这些都是她跟谭保罗一块干的 你看看 全是他们贪污分账和私运的记录 你这么一来 不把谭保罗也给扯出来了 我才没那么傻呢 等羽儿肚子里的小王八糕子一出事 他们还不定怎么折腾我呢 我现在要不赶紧抓拿点东西拿住它 以后啊就得跟您一样 得受一辈子委屈 佛祖在上 罪过 罪过 断了 我自己来吧 杨阳 你去哪儿啊 你是来找小本的吧 对 你给我拿出来 要不今儿可咱俩迷完 这不 抽屉柜子都打开了 你随便找 敞坑都找 你拿不拿 你再不拿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唬谁啊 别那么大气象 好 乖 坐过来 好好说 把我哄高兴了 兴趣我能给你 行 你说吧 你想要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要 你来 我悄悄告诉你 我悄悄告诉你 你这是干什么 这是一口鲜气 我悄悄告诉你 别把那小骚祸扶正 咱们就相安无事 你如果对不起我 咱们就来个鱼死网破 谁也甭想输他 别急 别急 到什么时候 你不也是正方吗 这就对了 瞿晓我让你风光足了吧 往后 你得对我客气点 咱们谁也甭管谁 我保你什么事也没有 好不好 我丈夫叫我抓住把柄以后 老实多了 可他从此也不理我了 谭保罗也有了新欢 我糊涂了 我那么努力 为什么金钱 地位 爱情 这些一直照耀我的阳光 还是要从我的手边溜走呢 我不甘心 我一定要把我丢去的东西全找回来 快点 有了你呢 咱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当时分开的时候我想想 三年 五年 两岛 你说吧 四四年吧 有这么长时间了吗 那这个时间 是被决定干什么呢 你怎么样 三 四 慢点 我还记得小的时候玩来之后 杨乐迪头被打抱过一次 在那个小孩的时候 他叫什么来着 白家琪 怎么 你又看着他了 是 五年 有些什么 我呢 我去看看 当然可以啊 这个地方 这是我待的地方 怎么样 真美啊 果然 我的海上很快又飘起了花瓣 湿泻的阳光很快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很快被那个旧日的同学吸引了 他虽然赚钱不多 但却非常温柔和蔼 不像我平日接触的男人 我不顾一切地跟了他去 就像吃腻的山珍海味 很想尝尝素菜 换个口味一样 这也太不像话啦 整天不周见 这风言风语也越来越多 再这样下去 我们老王家还叫什么道德典范哪 爸 您别生气了 我把人都给带来了 是吧 斌先生 斌先生 这位是我请的私人侦探 就这人 把他给我盯死喽 看他一天到晚在外头都干什么 好 到边停 等着我 看他 对 坐下 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坐下 是 。一、三,一、二、三 一、三、三、四、三、三、三、二、三、三、三 快 跟上他 快 跟上他 跑啊 哎 昨儿跟我一块儿来 那位先生来了吗 没有 您放心 子有您在 他就没有不来的道理 嗯 废话我爱听 你说是废话不是 来 您看 汽水都给您预备好了 行了 忙你去吧 来 来 来 这儿 长风 羊 生气了 做贼呢 没有啊 怕子甭来 你听我说啊 刚来的时候 我捧见一个人 我不想听 这个人我一说 你准想见 我不听不听就不听 原来 我还以为这人早死了 没想到啊 他现在混得正经不错呢 你要见了这人 你准以为 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真的 我呀 都跟他说了 你在这儿呢 先生 您坐哪儿 我找人 麻烦帮忙找着他 你看 干嘛呢 晃什么晃啊 对不住对不住啊 这有位官爷 给官厅办点急差 我这儿 替他谢谢您了 这官厅怎么了 官厅更敢拿电报瞎晃 没黑子 长庚 你还认识我 那当然了 看来 你是发大发了 瞎混呗 一点小意思 不成敬意 你这是干嘛呀 老同学嘛 多年不见 总得有点见面礼 你真客气 你收了吧 怎么你们结婚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俩啊 我们俩也是 赶巧给碰上了 咱们换个地儿怎么样 我请客 怎么着 不看电影了 不看了 我呀 是有急事想求你们俩 所以才特意赶过来的 他想跟你打听打听 张晓月的下落 你问他干嘛呀 走 咱们待会儿边吃边聊 我呀 刚才跟白家琪一分开 就到太风楼 订了一个桌 还望两位能够赏光 给个面子吧 走 怎么了 谁让你跟他提张晓月的 怎么了 你不说你们俩挺好 你还救过他吗 你甭管 我们俩的事说不清楚 我是真不明白 你干嘛一回来 就急着找张晓月呢 这个呀你们是不知道 其实是我对不起他 当年我说过要娶他 可是我连着遇到几件倒霉的事 有一个机会 我正好就下南洋去了 临走的时候 也没跟他说一声 这回回来呀 我就是特意来找他的 学校 他原来的家 还有他喜欢去的几个地方 我都找遍了 还是没有找着 刚才 刚才我听佳琪说 你知道他的下落 而且还救过他一回 这不我就特意赶过来了 你别听他胡说 我是救过他一回 可是没成想他又跑了 他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你也别着急 我们会帮你找的 一定会找着 你还是说说你怎么发的财吧 这有什么好说的 你就说说嘛 让我们也开开眼 听个心一下 成 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是南洋啊 天儿特热 人人都爱喝汽水 可是说来也怪 那这人啊 没有人收汽水瓶 我跟我兄弟啊 当年饿的是没饭吃啊 我们就找这汽水厂的老板 说帮他捡这个汽水瓶 他就答应了 我们兄弟俩最开始是自己捡 自己刷 后来呢 我们找人捡 找人刷 再把他消毒 卖回给汽水厂 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的 最后 最后就搬起了一个玻璃厂 你还真行啊 刚开始啊 那叫一个男呢 我们俩啊 天天跟要饭的似的 要不是因为天热 哪能轮着我们俩啊 现在你说你都发财了 你干嘛还要找张晓月啊 这个你们是不知道啊 自打我摇眉球的时候 想的就是他 我白天干活的时候 想的是他 晚上做梦的时候 我想的还是他 后来不管我是走运 还是倒霉想的都是他 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 可是我感觉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另外就是我感觉做人跟做生意一样 要讲究一个诚信 我说过要娶他 就一定要娶他 除非 除非 除非他便心 你在南洋 就没人跟你说过媳妇吗 那还用说 可是不知怎么着 甭管见谁 我想的都是他 你可真够痴情 也够浪漫了